美国三月核心通胀居高不下 增强了美联储下周继续加息的理由 美联储青睐的通胀指标之一 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PCE 在三月份连续第二个月环比上涨0.3% 同比上涨4.6% 受能源成本下降影响 三月份整体的PCE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1% 数据公布后 美国短期利率期货小幅下跌 反映出五月份加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约为90% 目前的目标区间为4.75%至5% 德克萨斯州众议会近日通过House Bill 3提案 该案要求各级学校都需由至少一名能够携枪的警察 保全或警卫等武装人员维护学生安全 必要时也可以由合格教师携枪兼任为安工作 虽然共和党人认为该案已经构筑了校园安全机制 但民主党人觉得21岁以下都不得购买AR-15等半自动步枪才是解决之道 不过HB 3的提案人州众议员拜洛斯则表示 该案的重点就在提高校园安全 这个目标可以从增加武装人员达成 他说草案也增加校方征询教职员携枪的意愿 因为就他亲自访谈所知 教师都很愿意保护学生 因此现在的HB 3版本 各校可以让教师携枪或是另聘武装人员 此外HB 3还要求每间教室都安装静音报警按钮 但经费比初估的3亿美元暴增至16亿美元 处于美国银行业风波最新风口浪尖的第一共和银行 其股价在4月28日再度暴跌 盘中多次触发停牌 原因是达成救助协议以维持该银行运营的希望 再变得渺茫 第一共和有可能成为继硅谷银行纽约签名银行之后 又一家倒闭的美国区域银行 本周伴随着第一共和 在第一季度比市场预期更糟糕的存款外流形式 其危机浮出水面 当季该行的存款较去年末减少720亿美元 环比降幅近41% 剔除摩根大通等11家大行 上月存入该行的300亿美元 实际流失的存款达1020亿美元 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称 第一共和银行最有可能的结果 就是被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接管 如果第一共和银行被监管机构接管 FDIC仍将问询其他银行 让他们进行可能的收购投标 据今日美国报及路透社4月27日的报道 美国五角大楼泄密案嫌疑人捷克·特谢拉 当天出席听证会 美国检方指控他在案件调查期间销毁涉案证据 拥有武器库并曾经研究过大量大规模枪击事件 检方在提交的法庭文件中表示 特谢拉在卧室床边放置有枪柜 内涵手枪 散弹枪等 FBI搜查发现一个军用头盔 摄像头 防毒面具 弹药和一个 似乎是消音器式配件等物品 检方介绍 特谢拉似乎也关注大规模杀戮 并曾在网上征集意见 改装车辆用以杀戮 检方表示 特谢拉还存在逃离美国的风险 因为如果罪名成立 他将面临最高25年的监禁 并丧失军旅生涯 此外 他可能仍然能够获得大量机密文件 这些文件对敌对国家具有巨大价值 可以为他提供安全庇护 并试图帮助他逃离美国 特谢拉的律师则反对继续对其拘留 自4月15日以来 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之间 爆发激烈冲突 尽管双方同意从4月25日开始停火72小时 但战火未能完全停止 苏丹武装部队声明 28日清晨 在苏丹首都喀吐木以北 约30公里的瓦迪赛耶德纳机场 土耳其一架用于撤离 本国侨民的运输机 在降落过程中 遭苏丹快速支援部队袭击 据称 这架飞机目前已安全着陆 一名机组成员受伤 油箱受损 土耳其国防部则证实了此消息 但称无人受伤 此外 武装人员于近日还占领了一座实验室 这里存储了分离的麻疹和破乱病原体 还包括一个重要的血库 根据世卫组织的说法 技术人员已无法进入实验室 且实验室已经停电 这意味着无法妥善管理实验室中 存储的用于医疗目的的生物材料 因此存在巨大的生物安全风险 卖箱的地道 按摩